關於全民強制檢測 有關的籌備工作和事發方案仍然在進行 相信亦不會停下來 因為在每一個階段的籌備 我們至少要去到第二個階段 譬如以一個找適當的地點 去做全民檢測時的採養站 這個工作要持續的 我們要去看完這幾百個場地 例如我們要計算在多少天完成一次的檢測 每天的病毒採養檢測量是多少 又要計算運送給一些實驗室 從而這些實驗室可不可以在24小時內得到結果 讓我們可以進行早隔離 早隔離又涉及到我們有沒有一定足夠 永遠都不會足夠 如果都是3至5萬一天的確診個案 但起碼有一定足夠的社區隔離設施 我上次說了我們希望爭取也有5萬多個 應該是達標的 因為你看現在應該很快 第二個社區隔離設施由中央援建 應該都是這兩天可以啟用 在前新田的購物城 所有東西都會準備好 到時機一到的時候 我們就會通知市民進行這個工作 但是這個時機需要綜合考慮和評估 亦不是我個人從一個政策上的評估 都要看看專家如何看 以及疫情的發展 我覺得已經到了這個階段 是沒有意義爭拗 究竟這是共存還是清理 但是我可以百分之百告訴你們 特區政府一定不會用一個坊間 叫做躺平的態度 去處理這個疫情 來看 資訊 絕對 集結 座 視聴 讀 發 發